肺气肿、高血压等多种症状案例 其他多年症状包括高血压、头痛、睡觉严重打呼噜 耳背、胸闷、上背痛及小腿肿胀 有幸通过朋友与原始点结缘 于2020年5月9日来到原始点中心调理 调理14天后连续散步一小时不累不喘 高血压回到正常 耳背也没有了 听别人说话都很清楚 吐痰次数从每天的无数次减少到四五次 咳嗽气喘改善六成 小腿肿胀完全改善 调理50天后戒烟半个月了 现在一天清咳吐吸痰只有一两回 体力转强 每天行走三四个小时不累也不喘 憨声从之前可穿透两个房间 现在不打呼噜了 头疼、气喘、胸闷、背痛的症状也完全改善 调理细节 一、外热源 每天用红豆袋温敷 二、内热源 每天用50克干浆片熬煮浓浆汤喝 三、运动 每天散步运动两小时 四、饮食 坚持按照原始点蔬食含热表煮菜 不吃水果、肉类、含粮食物 五、心态 保持心态乐观 不与人计较 体悟 我一直以为随着年龄增长 难免身上会有各种毛病 吃降血压药 每天咳嗽多谈 不敢下蹲 小腿严重水肿也都欣然接受 直至认识原始点 在义工细心的调理下 不到两个月 我的身体又恢复到 类似年轻时候的状态 原来老人也可以拥有健康的身体 非常感恩张医师和义工 每天辛苦的付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